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金管会昨天无预警的宣布 要接管国保人寿以及幸福人寿 金管会强调 两家公司的53万名保护 权益不会受损 而看完了报纸头条 继续来关心 流通卡数高达了172万张的台湾通卡 因为没有在期限之内取得经营业务核准 依法必须要退场 而台湾智慧卡公司日前已经公告 停止发售新卡 目前的持卡人明年起也没有办法处值 余额只能够用到明年底 不过台湾智慧卡公司表示 这不代表将要退场 他们目前正在争取发行新卡当中 拿出台湾通的卡片 来到转运站服务柜台 填写基本资料后 有民众决定把台湾通退掉 据点很少 所以不太好用 悠悠卡比较方便 流通卡数高达172万张的电子交通票证 台湾通卡因为能依法在期限内 取得经营业务核准 依法必须退场 发卡的台湾智慧卡公司 日前公告停止发售新卡 现有普通卡的持卡人 从明年起也无法处值 余额也只能使用到明年底 不过台湾智慧卡公司表示 这不代表将退场 他们目前正争取发行新卡中 虽然台湾通卡以及远通的 一通卡等电子票证 陆续退出电子票证市场 明年起只剩下悠悠卡 和一卡通可以处值使用 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不过交通部表示 发行量高达1180万张的iCash卡 也有意要进军大众运输市场 让民众可以用来搭高铁 台铁和客运 记者乌亚宇林国防台会报道